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今天繼續我們是家聪減肥日記 雖然大家平時在家 吃飯 都會習慣在打遊戲 或者在看影片 這些都是要上網的 所以這次再次多謝NodeVPN贊助這條影片 之前都已經跟大家介紹過NodeVPN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立刻到影片下面一連結 到下載 立刻向有優惠 但如果有朋友不清楚的話 不要緊 我告訴你 究竟NodeVPN有什麼好 它在全球60個國家裏面 有超過5500個超快速的服務器 可以解數到Netflix 看到更多不同的電影 也不會收集你上網的數據 還有24小時的客戶 為你解決問題 還有最新的技術 NodeNex 讓你可以有更快速度上網 最重要是它有30天的退款保證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試 即算不對 也不會有損失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 可以去NodeVPN的Youtube看一看 最後就記得在影片下面的連結到下載 現在還會有三折的優惠 快點 那我們繼續我們家聪減肥一記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我是家聪的朋友 Doris Doris 所以妳現在當是我 vì 是呀 我現在做 sebagai 終於當 API 是我們我們第三集的 加聪減肥一記 今天要介紹這件東西 很厲害 叫做爆 début的时候 我當初是在facebook讀傳播 也看見到好像幾隻 我就點回來試一試 試著 舅尾有這個 Contract 帶回頭盔 我叫完回來 我不是只叫個包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拍之前我也叫了很多東西吃的 因為其他東西都很吸引 但我吃了大部分的東西之後 我發現它的包不好吃 其他東西好吃 我和Jing拍攝 他也試過 他也覺得包真的一般 大家都很好吃 我這次找了多姐 我只要叫了很出名的麻辣豬扒包 給多姐試試看是否口味不同 我們現在就試試看 1、2、3 今天要吃的就是這些 這個是Shake Shook 這個是Shake Shook薯條 這個就是麻辣豬扒包 然後這個帝王蟹腳薄脆 還有這個紫菜炸雲吞 然後Shake Shook 魚蛋 這個 我想知道這個是黑色的 對 它叫黑咖哩魚蛋 我之前叫它來到 其實它就會有很多黑色的咖哩 浸著魚蛋 但是今天呢 去吃這個情況 它就有些有咖哩有些沒有咖哩 它好像黑暗料理 我想試個薯條 原來應該就正正常上 我想吧 不過因為一凍了 不是MG的薯條 是很經典的 小食店炸出來的薯條 就是買回來的那種嗎 應該是 你覺得怎樣 不會失分 反正會 不過是冷了 想吃小食的也可以試試 如果 吃雲吞就吃雲吞吧 你已經快吃過幾個雲吞了 你已經快吃了幾個雲吞了 你已經快吃了幾個雲吞了 一起雲吞 一起雲吞 紫菜來代替雲吞皮 所以整個口感是挺過癮的 特別是炸紫菜的口感吃下去 它的味道是紫菜皮那裡 紫菜脆脆脆脆的 然後這個是麥芽 我試過了 推薦的 它本身的層皮是軟的 沒什麼印象 正常應該要 有些什麼可以記得的 它裡面就是一些 帝王蟹腳 其實是蟹柳 我不會分辨 我想正常應該要脆的 因為它的名字叫帝王蟹腳 薄脆 不過可能它外賣送過來就會差一點 不差 如果它脆會很好吃 對 它是少少軟 但還有一點點脆 如果在裡面 其實是挺足料的 我吃了幾個雲吞 一邊吃掉下去 怎樣?幾次肥仔? 我吃了幾個雲吞 難怪你吃有心靈 我吃了 我吃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減不到肥 你會不會很開心 減不到肥 為什麼不開心 你沒有以前那麼英俊 我不會推銷的樣子 我推銷的樣子 你推銷什麼? 我推銷 我推銷的 我看不到地方 內嚇 要感受內嚇 要感受內嚇這些 噢 就不太低 大白頭的口味 就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吃這些 有些人喜歡吃這些 有些人喜歡吃那些 我純粹是個人的感覺 可能有些人覺得好吃 因為我的口味很奇怪 你不要這麼說 你不要說你的口味很奇怪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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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都可以吃的 阿正 你可以吃的 我愛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這樣看 你這樣看 你認識一個女生 你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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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這個 麻辣豬扒包 做什麼 是不是有點硬 有一點 我印象中 我來吃是有點硬 對 它是說好的 不過 你吃連碼包一起吃 你一定是吃到豬扒 普通的 我知道 它不是很辣 你繼續連碼包一起吃 那你只吃怪豬扒 大哥 它一塊豬扒突出 你怎麼可以不吃豬扒 你吃包 你吃一些沒有帶出來的地方 這些位置吃不可以 吃包我一邊吃 豬扒包不吃包 你也不買豬扒 我本來想你吃豬扒 我本來想你吃豬扒 我想你吃豬扒 你幫你拿朋友吃 喂 你吃多辣 你下一口 你下一口吃包 吃得包 你下一口吃 你中了 說真的 我覺得 你吃了才說 我覺得好吃的豬扒包 要有醬 要有醬 要有汁 因為本身豬扒很乾 加上豬扒也很乾 對於它整個感覺 就很乾 我覺得最好吃是韋記 但我自己的豬扒包也很好 韋記真是不得了 下次我也想介紹韋記 因為有些人未看過 這間餐廳 我覺得從澳門來說 真的好吃 有些酒盞 頭三味好吃 但我通常喜歡吃雞扒包 但是我喜歡吃雞扒包 因為雞扒包更加鬆軟 如果加一些麻辣醬 麻辣汁 整件事都不一樣 我請問有沒有人吃過 你們的感覺是否和我們一樣 還是要叫它原本的豬扒包 還是怎樣 因為我每次都叫這個麻辣豬扒包 我們一起試一口 酥酥魚蛋 它是屬於偏小粒 而且它是否有點炒皮 那魚蛋會炒皮 炸過來了 炸過後就炒皮 應該是吧 你不覺得這個肉實一點嗎 OK的 你實一點 這肉 做運動吧 你實一點 你看 你看 彭彭香的 這個魚蛋我覺得是普通的 都是沒有驚喜 但是普通炸魚蛋 魚蛋一定要吃辣的 無論是灑下去的辣粉 還是咖喱 魚蛋一定要吃辣 也不吃辣 魚蛋不吃辣 我覺得就是炸蛋那個好吃 炸蛋的蒜汁 混合這些汁就好吃 一定要煮得很入味才好吃 如果炸了 然後隨便灑兩份 我覺得不好吃 要快點辣 你一直說OK 怎麼說呢 口味又還好 但是又特別 所以總體來說 我們推介這個 低和蟹腳薄脆 還有這個炸雲吞 其他 你試一試 我建議都可以試一試 其實是還好 因為一份小小的地 你整班人吃一下 可能有些人喜歡吃的 我們試一下這個 咖喱蛋 這樣就不太好 試一下 挺辣 其實OK 挺辣 你有想像中辣 是嗎 它是不是蜜魚汁加辣 不知道 但這個反而 是你喜歡吃的 對 我覺得魚蛋還是越辣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汁是少了 但又不怕沒味 但它更辣 是不是有一點點椰汁 它好像真的 麻辣魚蛋 椰汁 我吃不到 你吃不到 你不用細緻 我吃了 我喝了奶茶 你喝了奶茶 你喝了奶茶 但這個很好吃 但我不太喜歡 魚蛋的質感 我喜歡這個 它是偏軟的 你喜歡彈牙的 我喜歡彈牙的 我喜歡彈牙的 即是蜜魚卷 蜜魚蛋 白色魚蛋 又不是 你這個人真的麻煩 我遲些再點 有一間叫露鞭茶 我覺得它的魚蛋是我喜歡吃的 可以介紹一下 首先 這個澳門手作麻辣豬扒包 是23元 23元算不算貴 你的身家來說 很貴 我平時一 20元吃 你吃哪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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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的 是 騙著我 犯法 怎麼了 真的要找你的手錶出來 我去廁所 贊助 你吃哪有錢 大陸買幾十元 即是你買樓宜 對 犯法的 我一向買樓宜 不要緊我不是買 我買而已 買也犯法的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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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哪有錢 好嗎 大家付出秘密 好 水色魚蛋是便宜 10元10粒 算不算便宜 算便宜 原來是10粒嗎 水色薯條11元 這個 其實它不算真的很貴 但不算真的很便宜 它的魚蛋也是10粒 10元 咖喱和水色都是 反而炸雲炒 我算不算便宜 16元有5元 低和蟹 一拼吹就 買了兩份 一份兩塊 19元 這樣也便宜 這裡所有東西加起來 一把15元 膠袋費2元 配送費5元 我平時配送費9元 你家大 乖甚麼事 他在家走來走去 這就是我們今集的 我們今天的中午飯 8點 可以的 我推薦大家 試試它的薄脆 和黑咖喱餃蛋 還有沙蘭産 我覺得這三個是不錯的 大家如果吃過這間 原來穿的 是很棒 我們沒有試過的 也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下次再試一下 我們現在就休息一下 跟阿多姐直播打機 我們晚一點就吃 晚飯 晚晚你請客 請客 不請客 不請客 我有點把餅 你不請客 請客 可以嗎 我請客 多謝 以後你請客 不行 吃和我 你看你的身形 我不會 這一餐也不夠飽 你待會再叫 我不會 吃馬包 你咬一口 沒那麼軟 我沒有 我開蠟燻嗎 吃完 吃完 你那天 拍著它 你浪費食物 會被人罵 你吃完這些 好 吃完整個薯條 好